那些高颜值国族门将?哪个才是你心中最帅的那个? 世界杯就要开幕了,32只世界豪强将在俄罗斯展开角逐。 毫无悬念,咋中国队这次又是看客? 不过这次的中国队在银湖里皮的带领下战斗到了预选赛最后一轮,只是前期挖坑太深,太最终遗憾出局,也不算太丢人。 国组的队员们倒也没怎么受到球迷和舆论的批评。 要说中国队内各位置里,哪个位置挨骂最多,大家都有不同的意见,前锋,中场,后卫都是炮轰的对象。 唯有一个位置,几乎很少经受批评,除了国祖门将们水平并不低以外,还有一项优良的传统,那就是国门里出帅哥的几率实在太高了,球迷们有时候想骂都骂不出口。 前几天,网上流传的一张前国门安琪路边摆摊卖樱桃的照片,引起了球迷广泛的讨论,除了对他现状的关心外,还有对他发福的惋惜,毕竟人家当年也是大帅哥啊。 让我们来看看安琪当年和现在的对比照。02年世界杯出现时安琪。 如今卖起樱桃来的安琪。 安琪当年在国族中也是奶油小生一枚,是02年中国队打入世界杯的二号门将,功臣。 在国家队和俱乐部的发挥都很出色,拥有一大批球迷。 只是,随后发生了一些职业球员不该发生的事情,使得他的形象受到了巨大的损坏,慢慢淡出了球迷视线。 如今他和朋友合作种起了樱桃,也不像卖樱桃照片看起来那么凄惨,每年收入可观,只是发福后的安琪俨然一位中年油腻大叔。 刘云飞。 中医战一战封审。 刘云飞是继安琪后,国组出的又一位颜值和能力俱佳的门将,曾经力压将金、安琪等参加世界杯的门将,获得中超最佳门将的荣誉。 在2004年的亚洲杯上,刘云飞在点球大战中表现出色,亲手将中国队带入了决赛,由此也达到了个人职业生涯的巅峰。 他也因此一战成名,成为中国队内的万人迷,甚至和当红明星还露传过绯闻。 只是,他犯了比安琪还严重的错误,在2007年过早得结束了个人的职业生涯,也让所有球迷为他感到惋惜。 退役后过起了普通人的生活,曾经屡次被传去世,但都只是谣传。 国安门将杨志,在国家队和俱乐部都有优异的表现,曾经入围2011年度全球最受欢迎球员的候选名单。 在国家队,曾经和曾成两人长期垄断主力门将的位置,后来又和王大蕾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。 拥有帅气的面容,所以也有一大批的粉丝。 曾成像不像金城武。 曾成曾经出道于武汉光谷队,成长于河南建业队,在广州恒大队达到了个人职业生涯的顶峰,他把守的大门是恒大后防最后一道防线,随恒大两次拿到亚冠的冠军。 在国家队也有上加的表现。 更重要的是他身上的铁血,是中国球员里面少见的。 曾经四年三次重伤,国家队在韩国,冒着被对方球员踢残废的风险顽强补救,胸口留下了长长的几道伤口,让人触目惊心。 国家队打伊朗,曾成冒着生命危险扑出对方单刀,自己却因伤下场。 亚冠打迪拜,又一次大伤。 这样的表现,让人忽略了他的颜值,增成长的可有些神似金城武,有目有。 耿晓风。 现华夏门将耿晓风,被很多球迷人物是中国队最帅的门将,耿帅哥的名号在球迷圈也很有地位,女朋友长得也漂亮,可谓人生赢家。 不过,耿晓风虽然偶实力,却运气不好,和泰国队那场耻辱性的1比5惨败,把门的就是他,他也从此在无缘国足,但那场比赛,几乎所有中国球迷都知道发生了什么,他也不得不背上这个锅。 顾超是根本清讯出品,徐根宝十年磨一键的主要产品,甚至如今的国祖门将严俊龄也长期是他的替补。 先后辗转于浙江绿城和江苏苏宁两支中超豪强,在亚冠也有上加表现,因此也入了高红波的法眼。 只是,在12强在第三轮对阵叙利亚的比赛中,顾超一次致命的出击失误,导致中国队主场0比1。 输给了叙利亚队,这也成了高红波下课的主要原因,顾超也因此再也没能入选国足。 说实话,小编对严俊龄没啥特别印象,只知道他是上岗和国祖门将,另外,颜值上确实比较高。 就这么多了吧?